经济部今天公布了11月外销订单的统计 金额达到了410.5亿美元 创下了历来新高记录 主要是因为自通讯和电子产品接单的表现亮眼 因此经济部就分析 12月的接单金额如果突破404亿美元 全年接单渴望维持正成长 随着欧美耶诞假期接近 台湾的外销订单也跟着逐渐加温 经济部20号公布了11月的外销订单统计 金额达到了410.5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维持连续5个月的正成长 就连官员也相当意外 我们也很高兴说创下历年的单月新高 原因主要就是说 智慧型的这个行动装置 它的产品销售得不错 那加上银店它有获得一些代工的集单 所以使得知信通讯产品 还有电子产品的接单 这两项的产品都创下历史的单月新高 官员指出 11月订单表现亮眼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知通讯产品的订单年增超过7.3% 而电子产品也有6.2%的增幅 双双打破了历史记录 不过外界关切 近期吵得沸沸扬扬的日月光排放强栓废水事件 会不会影响台湾的订单表现 经济部官员认为日月光停工会出现转单效应 因此对整体的订单影响有限 而根据统计若是12月的外销订单金额可以达到404亿美元 全年就有机会出现正成长 目前看来机会相当的大 经济日报萧博信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